大家早上好 好开心啊 昨天晚上 就是要送我猫的那个人跟我联系了 他家离我家不远 走路就19分钟就到了 在隔壁村 哎呀我在想就是 因为猫这个东西啊 你别看哦 它能走很远 能找到自己家呢 所以头一两个月的时候 又把猫关在家里 不能闪呀 它会跑回去的 是一只 小小帅哥 然后出门了 我在想这个星期几 把这个韭菜给吃了 割了之后长新的呀 这个玫瑰花越长越大 底下是葱 我说我家的玫瑰花都长花骨朵了 他跟我婆婆讲 说没有长花骨朵 让我婆婆过来 把我这个玫瑰花给剪了 你看全是花骨朵 看没有那么大的花骨朵 他就嫌我这个太高了 这个长得太高了 但是这个长得高 这开花好看呀 哎呀这个天真的是 我都有点怀疑 昨天早上和前天 感觉像做梦一样的 你都不敢相信 哗啦一下下这么大的雨 就是昨天在德国这边南部 有一个村子 下了很大的冰雹 冰雹之后呢 就是把房屋都砸坏掉了 车子的就不用说了 就是在德国南部就是 呃半人州和巴伏州 就是我们这个 省就是这个州嘛 就相当于国内的省 容易发生这种 就是很恶劣的天气 特别是这个时候 它就会有冰雹 冰雹的时候呢 就像我们一般人 没遇到过的人啊 一定要小心 你看那个天气啊 特别吓人的时候 你就不要出门了 或者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真的有的时候能把人砸死的 跟拳头大小的冰块啊 砸下来 就是天窗都砸坏掉了 然后很多地方就是水都被淹掉了 太吓人了 因为它那个村啊 它是怎么的 它是在有点山坡那个地方的 所以我一般住的地方我说 我不会选择住在山坡的地方 我选择住高一点的地方 太吓人了 真的是自然灾害 所以买车子保险的时候呢 要看你所居住的地方 有的时候也要买保险 把这种天气的那种保险 也可以买在里头去 我们家的车子就买上了 不买上的话 谁说的准啊 前年的时候 我老公那个车子 就是被砸了很多个坑 全部都要换 然后呢 把这个就是天窗啊上面 砸了都裂 就有裂缝了 你说吓人吧 你要是没有买保险的话 你收下得多少钱 整个车子外壳都得要换呢 下课了 我们是午休 午休 我们现在去买土耳其菜去买菜 我们现在就去土耳其超市 我好久没到土耳其超市买菜了 我想问他订一点肉 订一点牛肉 猪 就是牛腱子肉 应该可不可以订 这里头有 有这个呢就是 猛的是杏仁 应该是 土耳其超市 他们这里的辣椒 放不住这种的 我就买一袋子 多了也放不住 怪啊 你看 一定要看 下课了 我来买点吃的 这里披萨是9毛5一个 我已经下班了 现在赶紧往回赶 要去接猫了 到家了 我老公今天晚上做 羊肚丁猪肉面 先放洋葱 我们把这个肉 放过去炖了之后 我们去接猫 看看看看 上面 红酒 然后这个是 羊肚菌已经放进去 现在去接猫去了 我们 带了这个 放猫的 然后带了瓶红酒送给他 虽然是不要钱的 送的 但是也挺那个的 毕竟人家养了快一年了 我们家这个猫 是个小帅哥 是个 是个公猫 差不多快一岁了 去接他家很近很近 走路19分钟就到了 现在马上都到了 刚刚出来就到了 我们到这了 吃的也给你了 这下我家 我家闺女开箱 我们回来到上班 对对对 看看我们摸摸妻回来了 看一看 马上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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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别怕 我们家的叫高迪 快快快 给我开门 回家了 回家了 到家了 到家了 你看 高迪 高迪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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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来了 看看看看 这个小猫猫 我们家的新成员 他挺开心的呀 你看 胆不小 就是尾巴那里 他出去打架了 我闺女说 这个猫养的挺肥的 他就给他起了个外号 叫煤气罐 看给他这个是猫沙 这是你的厕所呀 这猫尾巴小断了 他这个猫 坐在我老公这个座位上 他认为我老公是他的主人 然后 他闻到他的气味了嘛 他 我老公是他的主人 他只能把他挪到那边去 他不下来 现在我们给他吃饭了 羊肚菌 这个猪是你肌肉 鸿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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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en Ager 现在是我的 可以喝一下了吗 拿点酥子 哎呦 麻油了 他还不喜欢我 好了好了 老公你的心就搞定 没有你 只有我们家猫了 看看 这个是那个羊肚菌 这个是真的是野生的羊肚菌 这次是烘干了的 我家闺女还好吃呢 做的你肌肉做这个挺嫩的 很好吃 看看在睡觉了 尤其妻 要吃饭了 小人 你睡觉吗 嗯嗯嗯嗯嗯嗯嗯 吃饭了 不要吃饭了 我天老公要下楼 这个猫要跟我老公一起了 看一看我 我们家的这个 高低 我闺女给她起了个绰号 叫梅基罐 因为她长得太胖了 说啥呢 叫了一声 看看我老公上楼 他也要上去了 哎呀呀 这个猫就粘我老公 之前因为她的主人也是一个男的嘛 他就喜欢往地上 现在喜欢在地上躺着 我们还要给他买一个就是 猫抓的东西 他喜欢粘抓子嘛 看看这是给他喝水的 猫喜欢喝流动的水 看见他一口都没喝 高低高低 高低 看看我们家的小可爱 小可爱 高低 咦 在哪 高低 给你拍个照片好不好 又不吃饭 你看他这个尾巴这个地方 呦呦呦呦呦 你干嘛呀 嗯 你看他还不认身 挺好了 就怕他到这里头想家了 这狂叫 可是他没有 喝水了 你可爱就去喝呀 嗯 嗯 你找爸爸去吃吧 你不要爸爸吗 嗯 你不是挺喜欢爸爸的吗 嗯 我老公是他爸爸 我老公自己说的 他说他是他爸 去找爸爸去 爸爸在那呢 爸爸在那边呢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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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干净呀 哎呀 这小伙子真帅呀 他还没有结渣了 所以一到春天他就会发春了 没办法 嗯 高低 你不要找爸爸了 啊 要不要去找爸爸呀 这个猫养的挺肥的 摸到狗狗先了 那个尾巴这个地方 破掉 被人家老的 哎呦哎呦你开心吗 到新家来开不开心啊 嗯 我们会加倍爱你的哦 是不是啊 谁让你说我们家大宝宝呢 好啦跟大家拜拜好不好 跟大家喵一声 高低 跟大家说拜拜 跟大家拜拜好不好 拜拜 拜拜 这个小猫他还没有睡觉的地方 所以呢我老公拿个毯 就是毛巾啊 浴巾 给他包 就往地上一放 因为他自己躺在这了 他知道是他的 反正这边是他的厕所